今天非常高興代表黃偉哲市長來接待來自京都 包括京都前議長四伯一田先生及一行京都的貴賓 來到我們台南市的知事館底來做參訪 那知事館底其實是1900年所建制的 所以到今已經有123年的一個歷史 那之前在1923年的時候 玉仁黃太子也曾經來到台南 那當時候下他的地點就是在目前的知事館底 所以至今已經剛好100年了 所以京都的很多的這些友好的朋友們 今天特別來到知事館底 來重返100年前玉仁黃太子來到這個地方 那同時台南市武化局委託給余總監 他們來做經營管理 所以他們也特別為了今天的活動 規劃了很多百年前玉仁黃太子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刑期的時候所吃的這些相關的食物 還有一些老照片的部分 來讓這些貴賓大家能夠來體驗也來做了解 那其實這個地方目前已經成為台南跟日本的友人 一個連接友誼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橋樑 所以在百年前這個地方是見證了日治時期的一些歷史跟文化 但是百年後這個地方是台日友誼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所以也歡迎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日本的友人 大家隨時來到台南 不要忘了台南知事館底 是值得大家參謀的一個非常好的景點 那那個黃太子宴要不要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 黃太子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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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太子宴是我們復合1923年 玉仁黃太子大來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來12天的行程當中 只有一餐是到台灣料理 那麼當時的台灣料理的菜單都留下來 於是我們就跟基因酒店研討合作 開發了復刻當時的1923年的這些14道的菜色 那麼今天難得我們日本的朋友們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也招待我們日本朋友來品嘗我們日本 那個當時的黃太子宴 而且特別的我們為了當時的玉仁黃太子 吃那道料理的時候用的一套餐具 現在那一套餐具只有一套放在台灣的博物館 那麼我們把那一套餐具重新的複刻複製 成為比較小版的一個紀念版 那麼今天也會成為我們製政給日本疫情他們的一個贈禮 我相信今天是一個具有一個歷史意義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抓這個時間點 邀請這些人到我們這個當中來 然後也特別請問我們副市長過來指導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更這個一百年前的事情 歷史記憶能夠更深化在我們所有的台日窗房的友誼裡面 謝謝 好 謝謝董哥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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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